一群小镇居民计划着过节 不料所有人的电话同时响起 他们不由觉得怪异 房子的电灯开始闪烁 小孩的游戏机突然死机 灯泡和玻璃碎裂开来 直到一切平静之后 众人才缓缓站起身观察 他们遭受到了某种袭击 损坏了整条街道的电力供应 威尔猜测是变压器爆炸了 可游戏机死机和电话同时响起 怎么解释 众人的手机现在都没有反应 小胖猜测像独立日一样 外星人入侵炸毁了所有东西 没人会相信这种鬼话 女人突然想起丈夫的话 两天前发布了橙色警报 恐怖分子在网络上谋划着什么 威尔觉得她在扯淡 先不说女人的丈夫在海外 恐怖分子袭击这个小镇 没有任何好处 众人一时间找不出答案 现在到了孩子放学的时间 两人刚上车拧动钥匙 车子却没法启动 这种怪事不止个例 小镇里所有的车辆都没有反应 众人顿时乱坐一团 学校离这里15英里远 他们不可能靠脚走过去 女人猜测是某种电磁脉冲 导致终止了计算机运行和电力传输 车子设备里面都有芯片 这就解释现在的情况 威尔连忙劝告狄伦 现在并没有入侵事件 小镇里大家都是朋友 狄伦却不这么认为 他来到窗边指了指对面 那个新邻居特别可疑 在出现异常的情况下 看到邻居们都站在街上 还不到外面看看发生了什么 除非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也许邻居只是被吓坏了 但狄伦坚持要去探查一下 为了避免造成大家恐慌 两人来到邻居家门前 在敲响大门之后 一只手一闪而过 显然对方并不想开门 威尔表明了自己的来意 可邻居依旧没有回答 眼见对方如此不识好歹 狄伦开启暴力模式 他们在里面干什么 结果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两人只好就此作罢 时间很快来到晚上 四周简直安静的可怕 邻居的房子显得格格不入 也许他们只是想在家独处 妻子不由责怪丈夫过于冷静 这种情况很不对劲 而此时 狄伦已经集结起居民 直到现在还没有救援人员到来 他们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拿起武器保护家庭 就在他滔滔不绝时 威尔急忙赶过来阻止 狄伦对他很不爽 一记偷袭落空后 被威尔一拳撂倒在地上 狄伦气得把酒瓶敲碎 紧接着猛地冲了上去 两人顿时扭打在一起 可就在这时 远处竟然出现一道白光 众人惊愕地看着面前 一辆汽车从他们身边开了过去 紧接着拐进那栋房子 而且里面还有电 众人开始相信狄伦的话 那家人知道会发生什么 所以早就做好了准备 但哪个恐怖分子 会蠢到让他们看到这些东西 女人猜测 那是个性标 告诉恐怖分子轰炸的位置 可这样那家人也会被炸死 狄伦不想用常人的思维 去考量恐怖分子 他现在就要冲进去干掉他们 威尔劝祖先收起来 他并不认为邻居是恐怖分子 这一次 他会进去得到答案 只见威尔敲了敲门 很快有人打开了门 众人紧张地注视着 威尔成功进到了房子里面 并且开始了交谈 没意会便走了出来 众人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 至于车子为什么还能开 那一家人也给不出解释 不能因为对方没停电 和有车开 就肯定他们是恐怖分子 一家人愿意来到外面 威尔让他们不要出来 狄伦文言瞬间暴走 小胖吓得连忙劝阻父亲 但他觉得很不对劲 威尔一直在保护那家人 难道他也是其中一员 妻子急忙为丈夫辩解 不能为了包庇恐怖分子丢了性命 此时威尔不由感到气愤 大家居然以为他是恐怖分子 到底谁的手里有枪 谁是那个煽风点火的人 在场的每个人都有嫌疑 女人嘴里的尚未丈夫 他们可一次都没有见过 而恐怖分子想要的正是这点 让小镇居民互相猜疑 就可以兵不血刃地获得胜利 威尼也不害怕死亡 让狄伦赶紧开枪 狄伦最终把枪收了起来 就在这时 小胖发现奇怪的东西 房檐掉落下一个设备 狄伦用力将其拽下 这是一个监视摄像头 还挂在他的房子上 正巧那家人在电子公司干活 威尔一时间无话可说 所有矛头都指向了那边 又找出了隐藏的窃听器 直接坐实恐怖分子的存在 狄伦带领队伍出征 威尔还想尽力劝说 可没人愿意听他的 众人就这样浩浩荡荡地进攻 狄伦朝房子大喊出来 却没有任何动静 换作是现在的情况 他们就算是清白的 也不敢出来 眼见众人犹豫起来 小胖第一个带头冲锋 一棍子敲碎玻璃 狄伦把汽油倒进里面 威尔还想阻拦 却被狄伦推到一旁 他一把火扔了进去 房子被瞬间点燃 众人见此直接冲了进去 一家人躲在里面瑟瑟发抖 威尔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幕 众人都在享受这种狂欢 此时一辆隐蔽的卡车里 两名军人正盯着屏幕 军官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本以为这群人 能忍受那所没停电的房子 如果其他平民安全测试也像这样 他们全都会有大麻烦 只有一个人坚持的理由是不够的 在这个难以预料的时刻 如果无法发现潜伏的坏人 大脑就会自我想象出敌人 因为当恐惧使我们警惕起来的时候 也正是恐惧使我们分裂